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有超级多的知识 哈喽友们 我们今天要去吃一家平分有4.9分这么高的寒餐 这一家是属于网红店 深圳各个区都有他们家的分店 但是我查了一下 同港这一家4.9分是平分最高的 点评说这一家5点就要开始排队了 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个非饭点的时间来 好了 坐下来就先上一堆小菜 真的是K-POP爱好者的天堂 这首歌其实还蛮小众的 他这里居然会放 我听了就很开心 小姐姐你们这个店开了多久了 一个月 一个月 他们很强 我开了一个月 我看了一下他们有900分 然后评论4.9分 太喜欢南瓜粥了 里面是点了他们的一个双人菜 然后还单点了一些 看网上很多人推荐的墨鱼芝士饭团 就比我拳头大 天呐天呐 居然那有乾坤里面 是有可以拉的芝士 这个饭团 好特别这个饭团 是黑黑的 是墨鱼芝应该 这超级多的鸡丝 现在小姐姐要帮我烤这个鰂鱼咯 摆得整整齐齐等着入肚 无中卫生 这个鰻鱼现在烤得焦焦黄黄的 身体已经卷起来了 换你这个焦烧酱 然后再放在这个烤盘上 把它们烤箱 包着海苔吃 好的谢谢 变成了金炭炭的鰻鱼小山 炭炭焦黄丝翅的鰻鱼 开始春头水了 炭烤鰻鱼 烤得那种外焦里嫩 配的那个煮出来 一口一个超级满足 看这个芝士类牌 现在看着平平无奇 这样就很带感了 我想问哪个芝士脑袋 能抵挡这样的诱惑 有一个妈妈拉年糕条 它这是一整条的年糕 就觉得用个剪刀 剪这个诺基金的年糕 看起来真的好治愈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它那个是章鱼的锡盘来的 而且它这个上面 有配一些小小的 是年糕粒 哇不是啊 我想说 现在连这种 韩式烤肉店 都开始卷甜品了吗 这个上面是一整个的提拉米酥 我点的这个是提拉米酥的雪花冰 这个店真的是一件 让我变炮的店 吃了半天 发现忘记吃烤肉了 直接把这些超大片的牛五花 帮我们剪小了一点 我就要拿出一片酥子叶 如果一开始 他们只上了生菜的话 你可以跟他们拿 我刚才就是没有看到 苏子叶我就问他们 就让小哥直接拿了一盘给我 然后你吃完可以再去的 烤好的牛五花 找上一片蒜 再来一片泡菜 自己裹的满满的 我的口味来说 苏子叶这种特殊的香鸡 跟烤肉是最配的 以及那个生菜 我更喜欢吃苏子叶 我个人觉得体验感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附近有些好伴 感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试一下 但你们一定要早点来 那门口现在超级多人在排队 人真的太多了